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不试卷 学贯古今 诸千秋诗子 会鸿图大业 诗史何以 独领风骚 指人间正道 为改地换天 纪念毛泽东诞辰123周年 敬请关注徐燕 蒙曼 吴勇 本期为您讲述 伟人诗情 毛泽东诗词故事 之二 战地黄花分外乡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规律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就是他越在艰难困苦的时候 龙马红总 他越诗诗 诗意盎然 佳作迭出 所以从1927年到新东国成立 在22年的武装作战期间 应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的 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那么其中从1927年到1936年 就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这一段又是高峰中的高峰 而且长征又是高峰中间的巅峰 对 所以当年说路由是 集中十九从军乐 毛主席这是集中十九行军乐 集中十九领军乐 而且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 典型的马背诗人 你看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很多诗作都在部队行军的过程中 激动的过程中 在马背上营救的 1950年的时候 苏联著名的汉学家费德林 就是当时文化部长 福尔采娃的丈夫 他当时跟毛泽东谈起 中国的诗词创作 也问过毛泽东自己的诗词创作 因为他是汉学家 毛泽东跟他讲过这么一段话 就是越是在枪林弹雨 战火纷飞的时候 我倒是越有创作激情 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一些诗 但是现在进入和平安定的时期 反倒是来讲 没有创作激情的 一首诗也写不出来了 这就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过去讲 愤怒出诗人 斗争出诗人 其实也不一定 就看是什么人 那咱们过去 你女诗人一般都是规格诗人 男诗人一般是书斋诗人 毛主席 他这个特殊的人生经历 和他特殊的性格 我觉得才能造成 他马背诗人这个特性 而且我们看 毛泽东的诗词 他创作时间非常的明显 你比如说在抗战时期 他到延安以后 他创作的诗词 屈之可数 就那么棘手 大量的都是在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 创作出来的 而且创作的这个巅峰期 恰恰是长征期间 因为我们看 这个时期 他创作的很多诗词 有一种律动感 你包括这个 整个诗 你去我们去迎送 毛泽东 这个时期创作的诗词 你可以踏着 这个行军的步伐 它这是一种跳跃感 节奏感 真是像这个行军 在马上 另外呢 他自己也讲嘛 这个作为史料 是可以的 他自己真是加入 他作为史料 其实就说到这个跳跃感 我觉得有一首 《如梦令》 《如梦令元旦》写特别好 这首《如梦令元旦》 毛泽东是在到达江西后所写 1930年春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一部 从古田出发 向北 经连城 宁化 清流 归化等地 越过武夷山 到达江西 国民党发动的三省会角宣告破产 毛泽东创作这首词的时候 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 过去称这一天为元旦 回想起一个月来 从闽西到干南 一路艰险跋涉的情景 毛泽东以无比欢快的心情 写下了《如梦令元旦》一词 真实记录了这次红四军 转战干南的军事行动 《如梦令》 《元旦》 《宁化》 《清流》 《归化》 《陆爱临身台华》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如梦令》 大家都知道 它是晚唐五代起来的一首小令 当时后唐庄总写的 《如梦如梦》 《残月落花烟众》 从此有了《如梦令》 《如梦令》写的好的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李清照》 《昨夜雨书风筹》 《浓水不消残酒》 《诗问捡来人》 《瓷到海棠》 《以救》 《知否知否》 这个其实已经有这种 哒哒哒的跳跃感了 嬴时力飞哄受 它这个呢 其实《李清照》这首 就是一个典型的规格词 但是到毛主席这 这样的一首小令 把它和军事战争 这样一个大主题结合起来 本身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小令它表现力 相对就要小一些 但是你看它 《明化》《清流》《归化》 三个地名连到一块 这个又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地名连是很难 谁连得好呢 当年杜甫 即从八峡川乌峡 边下墙墙落阳 这是连得很好的 或者像李白 峨眉山越 半轮丘 影像 平江江 江水流 这也算好的 但是呢 它是三个地名 一下子就连到一起了 其实我们感觉就是 从这个地方 走到那个地方 再走到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呢 是陆爱临身台华 但是它能跳出去 它不是一点点 随着行军的脚步走 它有方向 今日向何方 直指五一山下 好 目标在那呢 山下山下风卷 红旗乳化 又回到红旗这个意象上来 红旗是这里的暖色 红旗是革命的火种 红旗是心中的希望等等 一个革命乐观主义的意象 又出来了 所以用小令来写战争 用小令来写这样昂扬的精神 这是一个很典范的作品 毛泽东一生中间呢 他喜欢这个豪放派的这个诗词 他喜欢三里的诗 尤其是喜欢李白的诗 他也讲过 他不太喜欢杜甫的诗 觉得杜甫的哭哭啼啼的 其实啊 毛主席说是不喜欢 但是咱们看他圈的 他说喜欢李白 圈李白圈了多少首呢 圈了八十首诗 圈杜甫 他说不喜欢圈了多少首 圈了七十二首 所以喜欢和借鉴 这是两回事 我倒觉得借鉴杜甫的诗 他借鉴的也不少 而且刚才徐老师说到那个史诗 毛主席的诗词啊 这个特点非常明显 你看我们把他的这个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这个诗词 一路罗列过来啊 就是个诗诗 真是整个十年土地革命 军事斗争诗 完全可以连起来 从他那个求求暴动开始 真是然后到上井冈山嘛 然后来讲真是这个 剪字幕兰花 然后广长路上 然后来讲 到后来来讲 反围剿 反围剿 于家奥 第一次反围剿 就是个战争士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 发动过五次围剿 1930年10月起 他纠集了十万兵力 开始进犯中央革命根据地 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 红军右敌深入 集中优势兵力 于12月30日 成武对进入龙岗包围圈内的 敌军主力张辉赞 第十八时发起总攻 激战至晚 全歼敌军 俘获张规赞以下官兵 九千余人 于家奥 反第一次大围剿这首词 坐于第一次反围剿 胜利之后 第二次反围剿 交战之前 于家奥 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双天 红烂漫 天兵怒气 冲消汗 雾满龙岗千丈岸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赞 二十万军 重入干 风烟滚滚 来天半 唤起功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 红旗乱 他的这个死里面 你能够看出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他的作战思想 都可以看出来 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 齐声唤 前头走了张辉战 那是整个右敌深路 那么强大的一点 十万 我们这边呢 两三万对十万 右敌深路进来以后 活作了他的宗指挥 实际上第一首 这个瑜伽奥 说是写的是第一次反围剿 实际上把第一次和第二次 都连起来写了 你看他的下半却是 二十万军重入干 就第二次就开始了 然后呢 第二首瑜伽奥 应该说是把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整个过程 非常简练地给他盖过出来 1931年1月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 调集二十万兵力 兵分四路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 发动了第二次大围剿 毛泽东 朱德 率领三万红军 从5月16日起的半个月中 横扫七百余里 奸敌三万余人 痛快淋漓地 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 第二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 毛泽东满怀喜悦 引起了瑜伽奥 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玉立 白云山下呼声极 扑木朽诛其努力 江陵壁非将军自重销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干水苍茫 闽山壁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气 为营步步 接合集 第二次反围剿 二十万军进来 我们这边还有三万人 怎么办呢 各个击破 每一战都集中优势兵力 七百里驱十五日 十五天之内连打五战 每战都集中 绝对又是兵力 消灭一路以后 快速机动 再消灭第二路 一路扫过去 横扫全军入拣席 所以说毛泽东的诗词 他既是我们中国革命 这个斗争的一个 生动的史诗 同时也反映了他在中国革命斗争中间 自己心绪的变化 而且他战争观也在诗词中间体现出来 古人写战争都是兵士凶险 写得七七惨惨 由来征战地是自古挤人环 都是一种很凄惨的 但是毛泽东的诗词 装点此观山 今朝更好看 弹动前春比 毛泽东这种战争观 确实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学士说没有的 其实就是什么呢 以前的诗人缺乏那面红旗 就缺乏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 最终的理想 所以他只能是局限于这个具体的战斗 战斗的苦也罢 乐也罢 他是局限于这次战斗本身的 但是因为毛泽东他描绘了一个革命理想 我战斗是为了最后那面红旗 为了那个幸福的生活 所以他这个战州的快乐感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人生观和这个战争观 和这个对世界的看法的价值观不同 所造成的区民 所以这一点呢 在毛泽东的这个长征诗词里面 表现得更加的明显 因为长征应该说 毛泽东一生所经历的这个战斗生涯里面 最简单困苦的 长征初期毛泽东写的十六字令三首 真是堪称中国诗词史上的绝唱 十六字令三首 山 快马加鞭未下安 金回首 离天三尺三 山 岛海翻江 卷巨蓝 奔腾及万马 占犹憨 山 四破青天 恶未残 天欲堕 赖以主其间 这三首小令 作于一九三四年 至一九三五年 描写了长征路上的山 气势博大雄混 豪放洒脱 气韵天成 浸显山之体势 风骨 也折射出作者宏大的胸襟和抱负 他描写的是一个境物 就是山 山是什么山呢 就是过了乡乡之后 老三界 那是红军长征中间 遇的第一所高山 当时来讲 那个行军 但是非常艰难 那么一个阳长小路 几万人 马都没法过 有的马都摔下去了 这个时候 大家都感到非常困难 而且刚打了一个湘江之战 损失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 他写这个十六字令 所看到的山 就已经不是这种静态的山了 他在动 就感到山也在动 这个山都是快马加鞭 魏下鞍子 精辉手 离天三尺三 而且真有那种 万马战优憨的 这么一种气概 这个是自古以来的十六字令 无可比拟的 因为这个越短越难写 那涵盖的内容非常有限 而且呢 像徐老师刚才讲 他是描述一个境物 一个境物 怎么把他描述出来 那王主席这个写的 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他第一去 山快马加鞭魏下鞍 精回首离天三尺三 这个其实借的 就是他们湖南的民谣 民谣就讲这个山高 离天三尺三 人过要低头 马过要下鞍 他这个直接就把这个用过来了 山快马加鞭 魏下鞍 我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是战争的 这个我们是革命者 是军人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山上的时候 我们是不下征安的 但是不下征安 这个山的气势仍然在那 好朋友走过去了 一回头 这个山离天只有三尺三 这是一个话用民谣的一个很好的典范 第二去 山倒海翻江卷巨栏 奔腾吉万马战油憨 一个静态都写成动态的样子 其实是人在马上看山 感觉是山在动 像我们现在坐在车上 坐在飞机上 感觉参照物在动一样 然后奔腾吉万马战油憨 山都甚至表现出战马的样子 就这个人对于战争的这种乐观的精神 对战斗生活这种由衷的喜爱 就可以表现出来了 但我觉得其实最好啊 意象上大气磅礴 是在第三却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 这个是用点的 那是庄子 庄子讲什么呢 庄子讲这个王者是以泰山为恶 王者的这个剑 王者之剑 是以泰山作为那个封尖的 其实这里头就有气象在啊 那天欲斗赖宇柱其间也是一样啊 天欲斗赖宇柱其间 山作为柱子 那是谁的异象 那是屈原的异象 这是天问里头的东西 说八颗柱子撑起了这个天 所以说毛主席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 庄子也罢 屈原也罢 代表中国浪漫主义 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传统 所以说毛主席为什么说 在诗的这个境界上 他喜欢三里 也是他自己说 浪漫和现实之间 我偏浪漫一些 这个 豪情豪迈和晚乐之间 我偏豪放一些 这个十六字令 反映的也相当的明显 那个时候 毛主席在我们党内 在这个红军队伍里面 还处于被排挤的地位 我们很难想象 就是一个人在心情很成郁的时候 还能写出 这么一种意境来 这个很难得 可是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你看 十六字令 是在相将之战之后写的 就那么困难的环境下 写出这样一个轻快的词来 可是 到了楼山关大节之后 打了个大胜仗 这个在当时比较难得的 可是我们看他那一首 这个易情鹅 楼山关 这反而表现出一种 比较成郁的心情了 以情鹅 楼山关 西风烈 长空燕窖 双尘月 双尘月 马蹄生碎 喇叭生叶 雄关漫道 真如铁 而今脉步 从头月 从头月 苍山如海 残阳如雪 你看起来 这真是 一副来讲 这个 不说七七惨惨吧 也是一副 悲凉之景 你说这个 西风烈 长空燕窖 双尘月 也有点 这个悲凉的意思 当时在楼山关上 所看这个远处的景色 应该说确实 这个冬天 它别有一番景象 我冬天到楼山关上 我也赞上过 一看那个 远处这个 山蓝起伏 在南看尊义 真是有一副 苍山如海 残阳如雪 这么一副 可能跟季节还在相关 我是夏天去的 我就没感觉到 这种意义 我是 正好恰恰是冬天 其实您啊 冬天去也看 是谁 在什么心情下 会找到什么样的意象 因为毛主席这首 这这却词呢 它也真是 力气翻得好 确实开始 它有这么一个 一个传统 就是一秦娥 是李白的那个 牺牲残照 汉家灵却来的 这给这个词 开始就奠定一个基调 而且呢 要从这个词牌本身来讲 秦娥 秦娥是秦女弄欲嘛 弄欲吹消 引来消失 这本身是一个浪漫故事 那麦故事后来 李白呢 他这么创作 就已经呃 呃呈现出一种 很苍凉的这种面貌来了 毛主席开始 讲的其实也是 苍凉 西枫裂 长空叶 叫双尘岳 双尘岳 这个马蹄声翠 喇叭声叶 喇叭声叶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看 他呼应 这个李白的销声音 啊 这个都是一种 苍凉的景象 但关键是 倒是翻过来了 雄官慢道 真如铁 耳机脉步 从头越 这个力气翻得好 而且我觉得在遵义会议之后 有这样一种心情 其实我的个人体会 这是一个管大事的人的心情 之前没让他管事 之后就他来管事了 所以二军脉部从头越 所有的事情 其实是担子 一下子沉重起来了 所以人就有一种 更大的这种责任感 当面对这种 更大的责任感的时候 人什么情怀 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咱们就从第一步做起了 但是非常非常扩大 不是说看不见革命的困难 看得见 但是看得见 也并不怕这些困难 所以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我觉得这里头 有它悲凉的情境在 但是也更重要的是 像这种蟒苍苍的气概 就是天地如此扩大 我们从此就要踏上这条道路了 我觉得这个词 最后还是翻过来了 还是一种昂扬的精神 这些词应该是在 四祖吃水期间 就是二祖吃水之后 打完这个楼山关战斗之后 整个四祖吃水 毛泽东认为是平成得意之笔 可是呢 虽然是他 尊与会议之后 出山的打了第一仗 也没打顺 二祖吃水 也是因为那边感到 不行了 又回过来了 是不顺的 那么我们再从历史的 这个众生往回去看 非常有意思 虽然这一仗是毛泽东的 平成得意之战 我们是一直到非常后面了 才知道 毛主席佣兵正如生 实际上在当时 红军内部上上下下 对他还是有看法 说你这个 毛主席你出来只会打仗 我们都寄希望于你 你看 老带着我们绕来绕去 我们看那个长征路线图 到了遵义这一块 吃碎河畔 那个线路非常的乱 为什么 他来回来回的走 四路嘛 走了四趟 这个轨迹子非常的乱 四路吃水 成功之后 还有人提出 要毛泽东放下领导权 换更有能力的人 来领导红军 就像蒙曼老师 刚才讲的那样 当时他感到 这个肩上的担子非常重 可能长山如海 蚕阳如雪 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既有一种豪迈的心情 同时又感到 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 毛泽东在长征接近胜利的时候 曾经写过一首很著名的金平乐 六盘山 这也是我们经常所引用的一首诗词 不到长城非好汉 趋之形成二万 1935年8月 党中央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 分裂红军的企图后 率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上 于10月19日 到达陕北保安县吴崎镇 与陕北红军胜利回师 完成了震惊世界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首《清平乐六盘山》 就是毛泽东翻阅六盘山时的 永怀之作 《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不到长城非好汉 趋之形成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慢卷西风 今日长鹰在首 何时复住苍龙 当时到了六盘山之后 翻过去之后 就是闪干根据地 而且那时候知道 闪干根据地有红军 当时讲话就快到家了 这个时候心情不一样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飞燕什么 他又回家了 归家了 而且这个时候 驱止形成二万 一算 已经走了两万里了 后面这个半却来讲 那就感到更是什么了 就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了 那面红旗又出来了 红旗又出来了 红旗又出来了 而且要何时辅助苍龙啊 要赢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了 我小学的时候 学的这首词 就是我的小学课们里面 有这首词 当时还专门有个注解 说苍龙指的是谁 指的是蒋介石 清平乐这个确实 其实这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词牌 它的这个容量的问题 最初设定这个词牌的时候 清平乐 从这三个字本身 也可以看出来 他描述的是一种和平生活 就是这个猫眼地笑 那样的生活 但是呢 毛主席 我觉得他一个很大的功力 就是他把那些 原来我们对词的设定 包括对这个词牌内涵的设定 一下子就给放大化了 那放大 这个又是一个讲战争的了 而且就像您说的 讲的是红旗 这个讲的是长鹰 讲的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豪情壮志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 作为词人了不起的地方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写的诗词 可以称为史诗 哪怕是一首小诗 一曲小令 所展示的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长征 长征如此伟大的壮举 在毛泽东的儒传庙里下 浓缩为一首七律长征 万水千山的艰难险阻 流血牺牲的英勇奋战 屡显如遗的英雄气概 不忘初心的理想信念 尽数融入到这短短的五十六个字里 七律 长征 红军不怕 远征南 万水千山 直等闲 武岭威夷腾系浪 乌蒙磅礴 走泥丸 金沙水派云雅暖 大渡桥横 铁锁寒 更喜 民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 尽开言 七律长征 是毛泽东 结束长征的时候 写的一首带有总结性的事 这是到了三倍根据地了 七律长征 也是毛泽东 在国内公开发表的 其实是第一篇诗词 七律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是当时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 到陕北来采访的时候 毛泽东给他这个讲了一番 就是他自己这个长征过程 就斯诺都写入了 当时他有名的那篇 瑞德斯汤 就是红星照耀中国 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去翻译 你不能这么翻译了 只能翻译成细心万计 要不然出不了了 说当时这个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面呢 收录的一首诗 就是毛泽东这首 七律长征 说当时国内有个什么感觉 就是毛泽东不光是一个共产党的领袖 还是个诗人 就是毛泽东诗在中国能够传播的第一首 就是这个七律长征 那这首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 毛泽东一直崇拜李白 非常推崇李白 李白写这个《战长男》里头提到长征 他怎么提呢 他讲万里长征战 三军尽衰老 因为当然这时候长征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了 他是说我这个行进万里去打仗 然后因为去打仗所以三军尽衰老 这么多年漫长的战争 所以这些士兵都老了 我觉得毛主席这是有意在翻这个 他讲三军过后尽开言 当然那个历史上三军和他 毛主席讲这个红一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 它不是一回事 但是呢 我认为毛主席在写三军过后尽开言的时候 他脑子里一定想的是李白的那个三军尽衰老 当年打仗是把士兵打老了 现在打仗是把士兵打笑了 为什么那时候士兵老 今天士兵笑 是因为这次战争是有理想的 是有目标的 所以这个还是说政治家诗人 他和政治家之诗和诗人之诗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一首七律长征啊 也可以说是把整个长征过程 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过程给他实施化了 你看他出发 开始是红军不发远镇南 万水千山直等闲 这是个林总的 下面呢 武林卫一腾西朗 实际上红军离开中央输去以后 首先过的就是武林 那么到最后一句 你看更新鸣山千里雪 三军过我金开言 几乎是把整个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程啊 给他概括了一遍 乌蒙磅礴走 您完全是这样 乌蒙山就在贵州嘛 再就是金沙 再就是大渡桥横铁索函嘛 就卢顶条嘛 真是最后就闽山了 所以还是啊 就这么多地名放在一首诗里写 是非常不好写的 但是串起来了 而且很巧妙 所以这个路由说 文章本天成妙首得知啊 主席就是这个妙首 我们说七律长征啊 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诗词 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发表 而且呢是借助一个 外国人的书 那么在同一时期 他创作的《沁元春雪》 他的发表呢 非常有意思 沁元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围鱼茫茫 大河上下 顿诗涛涛 山雾鱼茫 山雾鱼茫 圆池蜡象 欲于天宫 势比高 须晴日 看红庄素果 分外妖威 分外妖娇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 敬折腰 西秦皇汉武 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 稍训风骚 一带天骄 乘机思汗 指石湾宫 射大雕 据王矣 属风流人物 环看今朝 毛泽东的沁元春雪 写于1936年2月7日 当时部队正在陕西青剑县 高杰村原家沟修正 从1936年2月写成 到1945年11月14日发表 在长达九年多的时间里 没有人知道 毛泽东曾创作了这首词 直到毛泽东重庆谈判时 这首词才公诸于世 并震惊朝野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时候 会见了许多故旧 就像他后来讲的 这个饮茶粤海未能忘 所距宇州叶正皇 所距宇州叶正皇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见到这个 当年在广东粤海 跟他一块 这个饮茶的诗人刘亚子 两个人相隔十几年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这个时候呢 刘亚子就向毛主席讲 你有什么诗作没有 因为刘亚子是诗人 见到老朋友首先 你有什么诗作 他也知道毛泽东会写诗词的 而且特别有意思 毛泽东呢 先把那个 旗律长征给他操了一遍 李亚子觉得不过瘾 因为李亚子看过嘛 星星万纪他看过嘛 毛泽东先把那个 旗律长征给了他 然后李亚子不满意 因为这个我都看过了 也有什么其他的大作没有 于是毛泽东呢 当时就用第十八集团军 住于半日处那个信迁 这是他最早的这个首计 就是用这个十八集团军住 重新半日处那个 这个树格那个信迁 写了这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写下这首七元春雪 李亚子看了之后 是连呼大作大作呀 当时非常兴奋 马上呢 就写了一首和词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走了 他写完了 他就拿到新华日报去发表去 当时呢 发表的时候 他就要求 这个把毛泽东那首词嘛 一块发表 一发表之后啊 当时讲就是轰动山城 那为什么这个 大家都说好 其实不光是刘亚子说好 吴祖光看到这却词 也是说好啊 这个是独步天下的呀 是横草六合的呀 包括是谁呢 包括国民党那边 也是认为好的 因为当时 呃 蒋介石就问陈布雷 他的文胆呢 那是水平最高的 是什么样子 陈布雷也说 这个确实好 对确实好 大境界 所以不是才引发 后来那个 那个大论战吗 其实就是两边 各自都有人参与到 这个里头来 就是大家纷纷来喝 当时这个蒋介石 看的这首词啊 感到这个非常震动 因为这里面讲的这个 属风流人物啊 还看金招 其实就等于说是 对这个国民党政权的 极大的蔑视 所以蒋介石 当时来讲 一方面 就像你刚才讲的呀 问这个陈布雷 我们这方面 谁能写出这种词 那陈布雷讲 谁也写不出来 国民党内确实 这人写不出来 少年英才 橘子舟头 问苍茫大帝 世纪伟人 钦剑园上 属风流人物 手不试卷 学贯古今 祝千秋诗子 会宏图大业 诗史合一 独领风骚 指人间正道 为改地换天 纪念毛泽东诞辰 一百二十三周年 讲武堂正在播出 伟人诗情 毛泽东诗词故事 之二 战地黄花 粪外乡 那好在哪呢 你看开始上了 还是冷色调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不光是境界大 整个白癌的一片 出来了 然后到哪转了 虚晴日 看红妆素果 粪外妖饶 大茫茫大雪之中 茫茫高原之上 红妆素果 一下子 这个颜色就亮起来了 而且这种妩媚感 湿的灵动感 就出来了 而且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这个大气象 巨王以蜀风流人物 唤看尽召 所有这些都过去了 这些英雄人物 他其实并没有 批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那这个主体是 是歌颂他们的 他们很棒 虽然他们有问题 那他仍然很棒 可是这么棒的一些人 他们也已经过去了 今天真正的风流人物 是谁 是我们 其实完全可以 不避讳 这个风流人物里头 包括包括毛主席 当然包括 但是呢 不仅仅是毛主席 这是一代英雄 就从我们看到的 他的这个词的创作来看 也可以发现 毛主席 他这个 这个英雄人物 他一直是一个英雄群像 在战马上的同学少年 也是群像 长征的这个将士 也是群像 属风流人物 环看今朝 风流人物 仍然是一个大时代的英雄群像 这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 你看毛主席说 这个兵民是胜利之邦 对 围绕这些清元春学 展开的这个词坛的文斗啊 他发生的时间非常有意思 他发生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就毛泽东 重庆谈判结束了 蒋介石呢 迫于外界的压力 签订了双十协定 国共之间呢 有一个短暂的和平阶段 毛泽东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这就一次发表 引发了这场文斗 然后 仅仅过了几个月 国民党就撕毁了这个协定 发动了全民内战 可以说这场文斗啊 是国共双方之间 总决战的一个先称 一个序幕 文斗呢 我们取得了绝对的胜 然后随后展开的这个五斗呢 也以三年多以后 我们的全面胜利 而结束 而以这个解放军的全面胜利 相对应的呢 毛泽东又发表了一首著名的七律 就是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中山风雨 起仓皇 百万雄师 过大江 湖居龙盘 金圣兮 天翻地覆 凯尔康 一将圣勇追穷寇 不可孤明 学霸王 天若有情 天亦老 人间正道 是沧桑 这首诗呢 它是在1949年 4月23日 就占领南京 第二天写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那个毛泽东一张照片 就他拿的那个 解放军攻占南京的 那个报纸 他当时住在香山的那时候 那个双清别墅 住在那边的时候 是看到那个消息之后的 当天或者第二天写的 应该是当天吧 他高兴的时候就写了 写完之后呢 太无满意 因为毛泽东自己讲过 就不善律师 他自己啊 其实不太愿意写律师 就当天 为什么写的这首律师 当然现在就 我们也 外人也就无从揣错了 但是他当时确实写了 写完之后 因为他自己 对律师的要求是很高的 他总觉得自己写的律师 他自己不满意 当时揉了一揉啊 就扔进直楼里去了 当时他的这个秘书 田言英啊 那是一个 很有文才的一个 这个知识分子了 他剪出来一看 觉得写的还不错吧 就给他表起来了 留下来了 1963年 毛主席 七十寿臣的时候 因为当时中央规定 不能给领袖诸寿 因此呢 采取什么方法 就发表一些毛主席诗词 那这个时候呢 田家英就跟毛主席提出来 说你还有一首诗 留在我这儿呢 就把这个 七律人民解放军 战争南京 拿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看完之后 觉得是可以用 还不错 可以用 于是呢 这首诗呢 才第一次 就攻势于人们面前 其实真的不懂 毛主席为什么那时候不喜欢 这诗写的其实挺不错的 刚刚不错 对 整体这个气概非常好 中山风雨 起仓皇 百万雄师 过大江 虎聚龙盘金圣西 这时候就 这是用点了 因为石头城 大家一直是用 李白的那个 这个中山龙盘 石头虎聚 此帝王之姿也 其实呢 南京也确实是 这样的一个 自古帝王州嘛 攻下来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呢 现在我们把它拿下了 而且拿下之后 这个南京城就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所以金圣西 天翻地覆 凯尔康 这个以后成为一个 新的局面了 然后一将盛影追寻 后不可孤名学霸王 这个在讲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 他一直在讲战略 他的诗里有好多战略 因为当时 打到南京之后 接着要怎么办 这里头其实就有 两种可能了 一种是接着打 一种呢 是等一等 我们再谈一谈 所以他这时候讲 他的思路 一将盛影追寻后 因为我们中国 一直兵法讲 寻后莫追 因为寻后追 追的时候 这个他可能就急了 急了挨兵必胜 也可能会有战斗的反转 但是毛主席认为不行 如果不追的话 以后会像霸王 像西楚霸王这样 就失去这个 良好的胜利局面了 之前提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对 将革命进行到底 然后最后 很有意思 画用李赫的那个诗了 天若有情 天一劳 人间正道 事沧桑啊 毛主席喜欢李赫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李赫这一辈子 现在留存下来的诗 是240多首 就毛主席看到的 也就是240多首 他选的 自己在这圈点的 是80多首 就是李赫一辈子 创作了三分之一的诗 他都特别看得上 特别的欣赏 那其中就包括这个 这个金童仙人词汉歌 里头讲 衰蓝送客 咸阳道 天若有情 天一劳 什么意思呢 李赫当时讲啊 就是汉武帝 立的那个成路仙人 后来在汉朝 灭亡之后 就被魏明帝 给迁到洛阳去了 所以从长安那边 迁到那去 上天看到这一幕 看到人间的改朝换代 上天 如果有情分的话 他都会变老 因为这个人是灵癖啊 他其实还是在用这个事情 因为共产党的统治 取得国民党的统治 仍然是一次大的政权的灵癖 所以他讲啊 天若有情 天一劳 可是呢 人间正道 是沧桑 这个又给翻过来了 这个不应该是让天 觉得悲哀 天觉得衰老的一件事 因为人间正道 就是这样的 就是沧海桑田的 不断的变迁 新政权取代旧政权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 新中国取代旧中国 所以我说这个诗 从情调上来讲 非常昂扬 用点来讲 也非常的精妙 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 但是后来还是 大家选 历史选择了 就是现在我们仍然看到 他这个人间正道 是沧桑 这里面我觉得还涵干了 主席的另一个意思 就是历史潮流 浩浩荡荡 我们是代表 正义的战争 正义的视野 迎来了最终的胜利 我觉得这首词 他的艺术水准 完全可以和 齐律长征相比美 毛泽东 以他在解放战争 胜利的时候的诗词创作 其实呢 为中国革命战争 和他自己领导的 这个革命战争的 奋斗经历 做了一个诗话的小节 因为他自己形容 战争期间 他是马背诗人 骑在马上 就激情蓬放 那么呢 以这个解放战争的胜利 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那么马背诗人的生涯 从此结束了 那么下一步呢 就要进行呢 社会主义建设 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说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呢 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探索 少年英才 举此周头 问苍茫大帝 世纪伟人 清剑原上 属风流人物 守不试卷 学贯古今 诗千秋诗子 会宏图大业 诗史合一 独领风骚 指人间正道 为改地换天 纪念毛泽东诞辰 一百二十三周年 敬请关注 徐燕 蒙曼 吴勇 下期为您讲述 为人诗情 毛泽东诗词故事之三 赶叫日月 换新天